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,台南火车站大门口接送区车道严重破损,公务局赶在农历春节大量人朝集中涌现之前,完成整建工程,今天由交通局接力改善交通标线华社三行迎新春,才不会让赖院长的娘家漏气。 台南火车站大门口接送区车道十多年未整修,历清路面处处可见坑洞,破损,为维护门面及民众安全,由副市长吴宗荣领军,邀吉台铁机市府公务局,交通局等单位讨论重整台南车站门面道路,重视程度可见一般。 整容重点包括台南车站路道重铺,曹化线前的高低差打平,可在不影响路群的情况下成为车道,说解长期以来车站尖峰时间,接送区空间不足问题,同时配合无障碍坡道,在门口隔离出行人步道,以利人车分流,提升交通安全。 今日市府大阵仗由副市长吴宗荣县刊过关后开放通车,公务局套路整建工程先由台铁1月4日完成车站超化线前的高低差打平,及路道重铺,期间公务局提供力清料110吨级,技术直到改善面积530平方公尺,交通局今天完成交通标线,超快效率两天搞定。